心理学,凭内心选一朵海棠花,测你未来三个月会有什么意外惊喜? A、B、C、B 答案解析 A,在未来这几个月里,你的运势可谓是平平无奇,不蓝不惊,你是一个性格温和,但人随和的人。 你对生活从来没有很高的追求,你觉得人生暂时开心最重要,没必要为了金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,正是这种豁达开朗的性格成就了现在的你。 未来的几个月你的生活虽然会有小的起伏,但总体来说对你的影响不会太大,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能想提升自己,你在此期间要做到能力上的积累。 A,只有两遍才可以形成质变。 B,在未来的几个月里,你的财运会越来越旺,直至年底,十月份的你会收获一笔意外之财,虽然不太多但也能让你开些好一会,帮你度过眼前的难关。 而且你身边会出现不少赚钱的机会,只要把握住,付出相应的努力,你必然收获不菲。 接下来的日子你会面临不少的挑战和机遇,所以说你要做好准备好好努力,你只要坚强的把这段日子熬过去了,各种开心事情自然会在后头等你。 C,在十月份这段时间,你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。 之前你得一直觉得自己运气不好,明明每天都是兢兢业业的工作,但老板上司们都是耳不见,得到的回报也远远不让你觉得满意。 但正所谓后机搏发,只要你能保持好心态,一如既往的努力下去,未来的你一定会迎来好运到来的时候,你的努力付出不会白白浪费。 现在的魔力辛苦都是在为以后的好日子打基础,辛苦后甜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。 D,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,对自己的家人看得比什么都重,为了他们你愿意做任何事情,你在未来的生活,也不会有最大的变化。 每天也还是按部就班的过着普通的日子,但这恰恰是最难得的福气,一家人平平安安,有的说有效的聚在一起,也比孤独的一个人开着宝马住着好宅开心得多。 半天文章仅供测试,请大家放松心态,相信自己,实在认为,命运的选择成还是紧紧握在我们手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